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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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为世间欲留空间 这烟火滚烫人间 生生不灭神情最难 一面是闲谈一面是考验 挥斥不去白马少年 这情从予于从前 苍茫时刻人心最难 有人出列有人出现 肩并肩向前走正义释然 请等世间给出的答案 坚持勇敢 哪怕灾难 连念不往重的圆满 第四个人 一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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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清买啊 优势官员 只能有外联赛实oise 遇到难题 执行难度大 办案人员少 积压案件多 这就是我们的现状 当初我们把执行二庭作为试点 组成了以青年法官为主的青年团队 希望用这种青年法官的热情和闯劲 尝试着探索一个心路 刚才你已经去了吗 你不用了 主厅长 我有个情况下 您又会报道 是 咱们今天执行的这个 御城督角犯的业主 齐文律 是咱们刑庭法官齐林的公主 你想说什么呀 咱那儿有一个法院 低头不见 抬头就 凶需要实现跟领导打个招呼 或者跟齐法官那边来实现知悔一下 那你直接去 我不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问题 你们都是这么认为的吗 这个案子谁判的 明阴庭的张立法官 于四页公告送单 这道一直没有出庭 当法官判案的时候 是不是也得事先跟领导打声招呼 是不是也得事先跟这个 齐法官知会一声 如果齐法官不同意 这个案子就不判了吗 案子已经判了 手续齐全 我们干的就是执行的工作 还有问题吗 没有 为了 为了解决执行男的问题 咱们准备实行轮岗制 集中咱们全院各个路门 抽调优秀的员格法官 以半年为单位 用轮岗的方式去执行二艇工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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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月 轮岗制啊就是及时雨 我们大家伙是盼星星盼月亮 那终于盼到了 您就说 第一个把谁派到我们知情二艇 麒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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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哥 早 哎呀 这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我正要去找你呢 晚上我请你吃饭 行啊 哎 今天晚上真不行 我明天上午要开庭 晚上我得回去准备一下 你得了吧 明天开庭 今天晚上吃饭耽误嘛 说定了啊 夏老板我找你 一起走 久等了啊 爸 请慢用 慢用 慢用 谁是方强 方强不在这儿 他是我儿子 我是他妈 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吗 我是新港法院执行局法官 我叫楚云 今天来去对中仁路五号的涉案房屋 进行拍卖前的调查工作 请你们予以配合 拍卖 不是 这 这房子是我的 写的是我的名字 跟他没关系啊 以前是你的 但现在不是 不是 你怎么还拍上来的 你能不能管管他 你 你 到底什么意思 到底什么意思啊 秦仁玉 你与方强在今年的一月七号 在房地产交易中心 办理了房产过户手续 过户 过户 这是房产证复印件和过户合同 你看一下 那不可能呢 怎么还不用货了呢 方强在一月十二号 将坐落在清港市中仁路五号的房屋 也就是这所饭店 进行了抵押 向快想金融贷款公司 申请了抵押贷款 但未能按时偿还 快想金融起诉至我愿 法院判决后 方强并未上诉 现判决已经生效 并进入执行程序 因为方强并未主动履行 法院已经裁定 查封拍卖此处房产 请你们在七日之内 主动腾空店面 逾期未腾空 我们将强制执行 不不不不 你 等 等 等 你说的有点乱 我听得有点晕 什么贷款 什么强制执行 还有七日 什么 误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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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整个过程 我们完全都不知道 对 真的 弄错了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冷静 冷静 方强是你们的儿子吧 对啊 我们一直联系不上他 你还是想办法联系到他 问问他就清楚了 打 打电话 打电话 我对电话 我对电话 诶 那个 外卖好了没有 麻烦快点 我 我去哪 哎呀 不卖了 不卖了 又跑了一单呀 那你们自己取消啊 明天客人投诉 诶 知道了 知道了 你走了 打通了没有啊 他不一直打着呢吗 他也不接电话呀 这个小兔崽子 咱们这第一炮啊 是一定要打响的 经院党组商议 人选的条件是有两个 第一就是业务要过硬 不但结案率要高 同时呢 被投诉率还得要低 这二一个呢 是年龄 考虑到执行二厅 是一个年轻的法官团队 那么我们轮杆的 原额法官的年龄 独一过大 这样 一是没有代沟 二呢 又可以保证 有丰富的工作经验 上线呢 定为三十六岁 快 您就赶紧说姓慎名水吧 我 我 我 急死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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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要给你急的 经过研究 尽管马步院长和赵婷 非常不适合 但是为了雇权大局 咱们轮杆推荐的第一人选 就是咱们刑庭的麒麟同志 现在开庭 传被告人周有明到庭 请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谢谢审判长 本案由青岗市公安局侦查终结 以被告人周有明涉嫌故意伤害罪 于二零二三年三月一日移送本院审查起诉 经依法审查查明 二零二三年一月二十日下午十八时局 被告人周有明上门催收欠款 与被害人郑晓涅 因还款事宜 商讨卫国 发声口诀 周有明使用匕首 向郑晓涅腰部连刺七刀 致使郑晓涅肾脏破裂 情节十分恶劣 苏英女士 我们要开始工作了 不是 法官同志 我是想跟你说啊 这个 这房子它是我 我的 我侄子叫麒麟 是她买给我的 那个麒麟她 她也是你们青岗法院的法官 说不定你们还认识呢 真的不是方强的 真的 你刚才说 这个房子不是方强的 不是 苏轩 合团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这个合同上的签名 是不是你签的 我刚才看了 这个合同真的不是我签的 而且我也没转让这房子 你可看清楚了 如果这个签名是方强稳造的 那他可能要复刑是怎样的 哎呀 郁啊 你忘了 这个字就是你签的 当时我在歇歇现场啊 你赶快给王冠说 这个字是你签的 要不然方强得坐牢 都是你管的 管孩子 这房子是我的 我不办 如果你有什么其他意见 或者有什么诉求 可以以案外人的身份 提出异议 但是你必须配合我们工作 不要妨碍我们执行 请你在七天之内 把这个屋子里的所有东西 全部腾空 我 我不能腾这个房啊 这个房是我的 是我的侄子齐琳 买给我的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他是个法官 要不然你去问问他 不要跟我提齐琳 这个事情跟你的侄子 那没有关系 我现在要求的是你 在七天之内 把这个房子里的东西 全部腾空 周磊 怎么样 满意吗 满意啊 我非常满意啊 那好 轮岗从报道之日算起 为期六个月 陶渊 别从报道开始算起啊 咱们从下个季度开始算起啊 这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 咱也好算不是嘛 要不咱们从新年开始算起吧 好 马远 就从新年开始算起 你好记他又方便了 他站在也没够是吧 你知道为了派齐琳过去 我给赵厅长做重要工作 就从报道之日算起 去 你喝口水 你看 阿姨 方强呢 从法院开庭审理阶段 一直到现在 都拒绝跟法院联系 今天我们来是进行拍卖前的公告的 因为您是方强的直系亲属 所以请您在这个回证上签个字 代收拍卖财经书 你干什么 干什么 这字是随便能乱签的吗 他说让你签你就签啊 不签 秦仁余女士 该向你说明的情况 我们都已经向你说明了 我再强调一次 请你在七天之内 把这个屋子里的东西都腾空 否则 我们将强制执行 你听清楚了吗 叶轩 把财政书和公告交进去 好 什么玩意 咱们 别别别 别别别 松手 那咋事 不能叫你别 别动手 别动手 我的房子就没了 我怎么跟其林枪在 阿姨 您听我的 这事您听我的 这真不能抢 您抢了就违法了 我没什么法 你让开 是警察 是吧 你说我违法 你要抓我是吧 来呀 抓我呀 那老挡 乾坤 法治受费 怎么了 我就不信 我没有讲理的地方了 不是 咱不如这个样 你干什么 你怎么那么碍事啊 你不明白吗 这东西往上一贴 就既成事实了 咱家房子都没了 谁 谁 问你谁干这 齐润云女士 我提醒你 不要妨碍我们执行购物 叶萱 贴 别干 别干 不能拿东西 不能拿东西 你不要弄我的房子 我想车给你们看 别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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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天 别干 来来来来 老天碰我 你不能动手 你别冷静 你冷静一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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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干 抓住 别干 别干 被干 别干 别干 就在 不行啊 可以 谢谢 这 今天 这 来 这 吗 来 来 来 一会儿找你 一会儿找你 快快快快 说真话啊 万分感谢 都在心里边 周末请二位到我家里吃饭 我今次下说啊 以水带水 多敬几位休息啊 行了 你就别得了便宜卖乖了 把正常工作搞得跟私下交易似的 反正我心意已经到了 记住啊 六个月之后 把人给我还回来 别麻烦 你人还没到 先说走的事 生分了啊 周磊 既然喝了好油 我要求你这车跑得又快又稳 我把咱们全院 连续三年结案率最高的法官 派给你了 那我是要成果的 你们就调好吧 刘金松那个案子要进行复合 程序不要出错 最新的验试报告你要尽快给我 好的 喂 杰林 马远 有什么事吗 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行 我这就过去 你先忙 好 齐法官 等一下 怎么了 小李 你赶紧到大门口看一下去 你姑父来了 联系不上去 你家里好像出什么事了 行 谢谢 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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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姑姑 你忙什么呢 我在这儿等你这么半天 什么事啊 什么事 你姑妈被你执行区就给抓这儿来了 还说把咱那个店给封了 还有拍卖 把店给封了 为什么 我听的意思是方强 他把咱房给抵押了 人家献咱们七天把这个房子腾空 你姑妈一听这就跟人搭起来了 我姑妈动手打人了 她哪敢动手 你说 就和他们吵了几句 说着说着就给她带上车了 齐琳啊 别的我不担心 你姑妈咱心脏不好 腰也不好 走的时候连这后衣服都没穿 你说住在那儿能和住家里一样吗 你赶快想想办法找找人 咱咋地都行 咱得把人弄出来啊 来 马远 您找我 计划关系的不容易啊 见您一面还得三请四催的啊 正好有个事我要向您汇报 好 你先坐 那你看是我先向你汇报呢 还是你先跟我汇报 请您指示 咱们院执行轮岗制听说了吗 我知道 你很幸运啊 全院各个部门 那么多年轻的法官 第一个就选中了你 我 你记住啊 你是刑廷派出去的 是我的病 绝对不能给我丢人 您的事说完了吗 那我汇报一下我的情况 行 你说 我不骂家不是开了一饭店吗 今天上午执行局的人呢 去执行 我姑妈呢脾气不是很好 过程当中啊 就发生了一点冲突 那执行局的人呢 就把我姑妈带到院里来了 怎么回事 我表弟有个案子 现在在咱们院呢 我对判决和执行都没有意义 就是我姑父说 我姑妈今天带走的时候呢 情绪状态不是很稳定 她呢有高血压 又有心脏病 您也知道 我姑妈对于我来说 就像亲妈一样 我知道作为法官 我不应该过问这件事情 但是作为一个孩子 我真的很担心她的 身体健康问题 所以我想向您请示 我能不能去看看她 根据对比多个账户 近两个月 李仁有多次赴澳门赌博的记录 金额较大 李仁案的执行拖得太久了 她跟我们纠缠的经验 已经很丰富了 像这种失信被执行人 必须坚决打击 等我一下 喂 马院长 你们今天是不是对 玉城杜脚饭饭店 进行了执行 业主齐润玉 是的 这个齐润玉是刑厅麒麟法官的姑妈 麒麟是个孤儿 从小由她姑妈抚养长大的 这个情况你知道吗 我应该知道吗 这个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她是孤儿 我执行前就得征求她的同意吗 诶 褚燕 你说话怎么那么冲啊 这麒麟跟她姑妈的感情 其实就是母子关系 现在她作为儿子 想去看看她姑妈 这不是很正常吗 我现在通知你 齐润已经按照组织程序 向我请示过了 想去探望她姑妈 这个案子我也了解了 齐润玉并没有什么过激行为 而且身体确实不太好 我给你打电话 就是让你接待一下齐润 听听她有什么诉求 绝对没有干涉你们执行局工作的意思 知道了 主历长 你好 我是刑厅的麒麟 我能跟你聊两句吗 不能 我知道你是来干嘛的 首先 如果你要顾问这个案子 请先去填一份插手顾问探人案件登记表 交到督察部门 其次 如果你对房屋的全署登记有意义 可以去向房产登记部门了解情况 最后 如果你对我们的执行有意义 可以去执行意义部门提出意义 齐润玉并 你的行为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工作了 你知道吗 是这样啊 我呢 向我们刑厅的赵亭长 已经汇报过了 我也向咱们院分管刑厅的马院长汇报过了 在来之前啊 我也请示过你们执行局的周局长 他们都同意我来见您 您是承办法官 如果您同意的话 我想看阴我姑妈 还有一个情况我要跟您说明一下 我父母走得早 从小呢 是我姑妈把我抚养长大的 你们执行的这个店铺呢 是我卖了我父母留给我的房子 给我姑妈买的 这钱是我出的 但是房屋的所有权呢 是我姑妈 那我 齐法官打住打住 你的家庭情况跟本案的执行 有任何的关系吗 你的这些事情 为什么之前不向审爱的张力法官说明呢 我尊重张力法官的判决 所以整个案件之前 我是什么情况都不了解 直到你们执行 我才知道是这个结果 我今天来啊 主要是我想看阴我姑妈 安抚安抚她 我呢 不是以一个法官的身份来找您的 我是以一个侄子的身份来找您的 齐法官 你我都穿着法官的制服 你说你不是以一个法官的身份来找我的 你可真逗啊 为了这件事情 你找了赵庭长 找了州局长 刚才马院长还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 干什么呀 你不就是想疏通关系 用领导来压我吗 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是什么身份呀 你告诉我 你是侄子的身份 还是法官的身份呀 我这不是在跟你商量吗 如果你不同意的话 我不会强求 咱俩都是法官 您没必要跟我说话阴阳怪气的 再说了 我没有要插手你们执行局案件的意思 你倒是想 我告诉你啊 我今天不是来走后门的 我也不是来走人际关系的 我就是单纯的想要见一下我姑妈 她身体不好 她有高血压 有心脏病 我作为侄子 我很担心她 这都不行吗 如果连这点常识你都不能理解 你也太不尽人情了吧 齐法官 这里是讲法的地方 你跟我谈什么人情啊 对不起 我还有工作 欧阳露露 通知少君 多配一些警力 这一次 绝对不能让李 85 是 散会 來 楊楊 今天 我們剛帶回來那個阿姨齊仁玉 可能心臟不太好 你去社區醫院 聯繫一個醫生過來幫她看看 如果真是不舒服 該送醫院送醫院 通知劉志士法警 告訴他們 齊仁玉的家屬可以探視了 知道了 請坐 喂 你好 是刑廷麒麟法官嗎 我是 你哪位 我是劉志士的法警 劉磊 接到執行局的通知 您現在可以過來探望齊仁玉了 因為他在談話時的態度不好 撕回筆錄 現在轉到拘留室了 謝謝 哎呦 喂 姑媽 唉 齊仁 我在這兒呢 來 姑媽 沒事 沒事吧 我沒事 我 姑媽給你丟人了是吧 你姑媽呀 沒啥大能耐 這一輩子做得最驕傲的一件事 就是把你培養成了個法官 我的侄子是法官 我還給關進法院 太丟人了 你也知道丟人啊 你知道你今天做的事 性質有多嚴重嗎 那你說 我好好的 衝進來一幫人告訴我說 你得騰房 我還委屈呢 你都這麼大年紀了 怎麼還能抄傢伙呢 要拼命啊 給你請到執行局談話 你不能態度好點嗎 還敢撕回筆路 就你這身手 真要跟人打起來 你不給人臉上打破相了 最起碼也得給人臉上 抓幾個貓掌印 人家法官可跟我說了啊 從頭到尾 人家跟你都是有商有良的 我不是一聽他們讓我騰房 我才急的嗎 那等我出去了 我跟那個法官好好道個歉呗 你跟我說 這飯店 你真的沒有過戶給方強嗎 我沒有 我真的沒有 七零啊 這房子是你買給我的 我怎麼可能過戶給他 我這房子從來沒做過抵押 我媽呀 法律是不會冤枉好人的 你是沒抵押 那方強有沒有抵押呢 我了解過了 人家法官說了 聯繫不上方強 告知又沒信 法院有證據證明 這個房子已經過顧到方強的名下 來了來了來了 放下房 放下房啊 放不去 放下房 是我啊 別補兵了 別補兵了 來來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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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隊友沒有呢 來了來了 給我這點 來 來 我讓你給我這聊你幹嗎呢 快一點 我那幾個病有什麼用啊 你過來過來過來 抓我幫忙 快點 上板上板上板 上板上板 來了來了 日晨行不行 哎呀 怎麼回事啊 你能不能把嘴給我閉上 你有病啊 你再說一句信不信我抽你 來 東主你試試 來 我告訴你啊 今兒你不抽我 我就抽你 來啊 來啊 來 你再試試 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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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我 動手 你給我 動手 動手 別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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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抱風險了 別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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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誰啊 趕緊走開 來 讓我連你一塊打 對不起 我是他哥 今天我們家出了點事 他心情不好 我替他向你們道個歉啊 對不起 對不起 你們都沒傷著吧 沒事吧 等下 行 都是出來玩了 誰都不想惹事 不過大叔啊 家裡要是有瘋狗 以後可得看好了 別讓他出來亂咬人 他不帶我說一句 別說什麼 冷靜 冷靜 閉嘴啊 他 他 五個打我一個 閉嘴 冷靜啊 多別生氣啊 今天你們在這兒 所有的消費都我來買單 接著玩 接著玩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別生氣了 別生氣 接著玩 我告訴你啊 今天不是你瞞著我 我特地弄死你們 我問誰啊 我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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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訴我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別接著我 別接著我 站著 李恩 別動漫漫跑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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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貨了 出貨了 站住 站住 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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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别动 我没 我没过来 李仁 你冷静 再过来 我跳上了 楚天长 李仁 我们是青岗法院执行局的法官 我叫楚云 现在对你欠款不还案 进行强制执行 请你配合我们工作 你现在这样抗拒执行 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如果你有任何困难 请你下来 咱们好好沟通 我没啥跟你沟通的 我也没钱还你们 多走 我 我要掉下你们 都有责任 李仁 你冷静啊 抓紧栏杆 我李仁 都容下来 都容下来 少君 特扣 保持距离 还不会真挑吧 近期资料美咖 虚张声是你 一年体检两次三分一保 这么珍惜是你哪敢挑啊 你躲得掉的 是吗 那饭店是姑妈的命根子 今天法院通知要执行 姑妈差点没气死吗 那我妈没事吧 你还知道问一句你妈呢 姑妈被法院带走了 你说有事没事 真行 真行 你抓的吧 不是 你一法官 你能让我妈被抓进去 平时你一口一姑妈叫的 是我们家花钱工你上的大学学的法律 怎么学说你这么个白眼狼啊 大一灭亲是吧 方向你要是但凡懂一点法 都不会是现在这样的结果 但我告诉你 法律是公正的 姑妈肯定不会有事 但是你就不一定了 别在这儿吓唬我 我们有什么事 来来来 你告诉我 那饭店是姑妈的 怎么就转到你名下了 是 那饭店是你给我妈买的 可现在那饭店是我妈的 我妈的就是我的 早晚得转到我名下 犯法吗 犯法 今天你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跟我说清楚 你哪儿都别想去 我没这个义务 姑妈跟我说 那房子没转给你 如果你要是伪造的话 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 是要坐牢的 那你抓我呀 你抓了我 你这是你姑妈的亲儿子了 来来来 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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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强 你别给我犯魂啊 你告诉我 这事是谁跟你操作的 你没这脑子 抵押了二百万 你干什么去了 你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 他们那就是吓唬吓唬 你不会真直行的 顶多俩月 啊 你扛过去了 大把分红等着你呢 不是 我之前那手机电话 花一天好几百个 退我还贷款利息 我现在一听见电话响 我这心脏值秃秃 你说好不容易 这电话不响了吧 法院又来找我了 这不能出什么问题吧 能有什么问题啊 你说要五份 我是不是立马跟你签协议 你说没钱 我费了多大劲 我找了多少人 我才帮你把那房子 给抵押去了 就问你 我这么大企业在这儿呢 我还能跑过啊 你自个儿说 你回回来 我是不是回回在这儿等着你 我躲过吗我 不是那 可您之前不是说 我把我贷的钱都给您 您就能帮我还贷款利息吗 可我怎么收到短信说 我这余期好几个月了呀 那贷款利息 就不能按照他们规定的时间还 再晚几个月 那都很正常的事 你自个儿出去的问题 哪个玩贷款的 没接到过这些电话信息啊 放心 什么事都没有 顶多再扛俩月 只要青港公益这块一上马 哥哥那融资马上就到位了 你看那股份 那可是千万分红啊兄弟 你说你等马上要起飞的人了 那一点诚服都没有 明总 我不是不信任你 最主要我是没经历过嘛 我这心里没底 咱们现在不就是在经历嘛 经历完了是不是自然就有底了 来 一起经历经历 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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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的你认识啊 我伪造 人家是永康健身器材厂的大老板 人就能有这个能力给我办过户 而且文件手续也都是齐全的 我在他那儿买了百分之十的股份 再过几个月 整个咱青港市的健身器材 都要用人的永康的 有朝一日 只要永康上市 我就是原始股东 股票值多少钱你懂吗 你个傻 你凭什么相信他呀 我凭什么不相信他呀 那厂房DP能跑了吧 多好的买卖啊 姑妈现在被带到法院去了 你说这是好买卖吗 这么好的事情 人家凭什么要拱手让给你啊 你有脑子吗 你能不能想想啊 你被骗了 来 师哥 齐大法官 你终于接电话了 什么情况啊 继续不回电话不接 这下了班了 办公室还没人 现在谱这么大吗 是不是晚上吃饭的事忘了 我今天真不行 要不然咱们改天再约吧 我不管啊 天塌下来 你晚上也必须来 告诉我在哪儿呢 我接你去 姑妈现在被带到法院去了 你说这是好买卖吗 我之前是不是跟你说过 他们那就是吓唬吓唬你 还能真知情啊 只要青岗公益这块一上马 你占那股份 那可是千万分红啊 兄弟 这么好的事情 人家凭什么要拱手让给你啊 你有脑子吗 你能不能想想啊 你被骗了 好 您好 您拨打的号码 暂时五十七点 您来了后载不停 不接我电话 肚明你耍我一个试试 好 宇人 你这样跟我们号载兵 一点意义都没有 你现在该做的是 下来 跟我们回执行局 把你的情况说清楚 把钱还上 把问题解决掉 听清楚了吗 我啥情况啊 我没钱我干啥还呢 我啥情况 你没钱 这个月的四号 你去澳门赌博 你输了三十八万三千八百块 帮你前往澳门的人 叫李超凡 你住的是银河酒店 还要我继续说下去吗 那你们也知道我输了呀 对呀 我输了呀 输了就没钱了呀 我咋还啊 李仁 法院已经限制你出境 你私自前往澳门 已经属于违法行为 你是想去公安局跟公安谈 还是跟我们回法院 跟我们谈 以前你们也不这样啊 咱们这儿涨工资了 咋的 你把你们往死里逼啊 你们看啥 法院 法院逼人跳楼了 我掉下去我跟你说 你们 你们都有责 哎 周明 忙着呢 你忙什么忙啊你 你干嘛呀 不是你疯了吧 这账本啊这个 账本 一分钱进账都没有 这叫账本 我的钱 都填你那破厂子的坑了 我现在美容院的窟窿怎么办 你什么时候能给我补上 来来来来 什么你的我的呀 你这美容院开张我没头钱是吗 何止以前我有钱的时候 你天天粘着我 我这儿刚出点事儿 你就跟我 犯着小战什么 行 我知道你现在烦我了 我走 啊 我走 大难临头个子飞呗啊 好啊 你走 走了你永远别回来 早知道你靠不住了 那些要债的人要是再来的话 就让他们逼死我 我活该 行了吧 别闹成这样 干嘛 啊 你着急 我比你更着急 之前都是你逼我 什么时候逼过你啊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 那些要账的人再来你就先躲躲 只要扛过了这段时间 我那账面上马上就有钱了 回头把厂里那欠工人的工资这么一付 剩下的钱我不都给你啊 谁知道你这回说的是真假啊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 周永明那案子马上就要判了 我现在已经联系到了他那个主人的法官 只要法官抬的手 这案子就得清判 回头这案子清判了 你说他那有钱的爸爸得给我多少钱 靠谱吗 李仁 咱们这么好有意思吗 给我整点 整点水喝 给我整点水 赵天忆 赵天忆 嗯 给点水 好 快点 我一会儿掉下去了 你 你别过来 别过来 你站那儿 站那儿 你站那儿 别弄啊 你别过来啊 你抓住了 我给你放那儿 你别过来啊 你别过来 我放 放这儿 放这儿 抓稳啊 我给你放那儿 别动啊 动 动 我就掉下去 放这儿 下去 好好好 我下 我下 放这儿 小军 救人 救人 小军 邪恶的 虚伪的 卑鄙的 卑鄙的 懦弱的 复杂者 迷茫着 狼腔着 孤独的 徘徊的 无语者 轮离的 倫敏的 道德的 消失的 寂寞的 蔓延着 久违的 失语的 热闹的 不安的 憧憬者 落水的 强旧的 强烈的 无力的 躲避者 逃跑的 安静着 吵闹着 混沌着 崩溃着 崩溃着 隐暗的 黑暗的 破坏者 都无力 面对 勇敢的 坚定的 嫌疑的 守护的人 啊 分离的 无语的 坚定的 白痴不脑 照亮你 和我 邪恶的 虚偽的 卑鄙的 懦弱的 复杂着 伦理的 道德的 消失了 寂寞的 蔓延着 隐暗的 黑暗的 破坏者 都无法 抵挡 勇敢的 勇敢的 鲜定的 高尚的 守护的人 啊 分离的 无畏的 线性 而白痴不脑 照亮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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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